我一直有和他打一架的冲动 以至于连晚上做梦都在和他交手 我几十年练就的天罡元气 能不能堂堂正正地打败他 在我内心一直是个疑问 曹正纯做梦都想知道 自己多年练就的天罡元气 能否打败对头铁带神猴 可如今神猴已经离世 这变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正当他沉浸在失落的情绪中时 一旁的肃心开口央求 他希望自己死后 能与神猴合葬在一处 可曹正纯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还狠心地要将其送给彩花大盗 曹正纯看着神猴的棺木下葬 内心十分得意 然而就在这时 上官海棠一见袭来 曹正纯见状却是丝毫不慌 淡定两下就将其击退 正当他嘲笑对方有些不自量力时 程氏飞突然从天而降 在空中伸出一掌 双方掌力相对 曹正纯趁机换手 使出天罡元气也将其击退 程氏飞听到这话 撇嘴一笑 接着以一百万两白银做赌注 与曹正纯打赌 到底谁先解决对方 曹正纯硬下赌约 随即下台使出一招所回 直逼程氏飞二人 不料此时 断天涯从地下冲出 趁机救下了肃星 原来 神侯当年创立护龙山庄 上官海棠等人便是山庄的四大秘谈 如今神侯身亡 神侯的心爱之人肃星 却还在曹正纯的手中饱受屈辱 于是上官海棠等人 便想借神侯的葬领将其救下 因为曹正纯武功高强 要是与其正面对战胜算不大 所以他们三人分先后出来 便是想用声东击西的计策 先分散曹正纯的精力 再趁其不备 顺势救下肃星 曹正纯见此情景 依旧没有惊慌 因为周围早已遍布他的黑衣舰队 肃星等人根本无法轻易逃脱 正当他以为能将众人一网打尽时 突然一声爆炸 接着手扶万三千飞升而来 万三千 原来 不仅曹正纯早有防备 万三千也是早早就让手下 在此处挖出多条地道 以此对付曹正纯的黑衣舰队 线下地道已经挖到地面 黑衣舰队因毫无防备 一时间全部陷入了死伤惨壮 可就算这样 曹正纯依旧自信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了吗 台可通神除了忠义跟情三个字买不到之外 没什么做不到 今天你有多少钱 我都要你的命 不料话音刚落 神猴突然破关而出 看到他起死回生 众人又惊又喜 他们这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神猴的计谋 他先是故意让飞鹰背叛自己 投奔曹正纯 接着与其相互配搬 在大牢中演了一段苦肉戏 他假意被短剑刺伤 给曹正纯制造他重伤身亡的假象 让对方放松警惕 再趁机将其彻底除掉 而万三千也是早就料到 他认为神猴对肃星一往情深 断不会留他一人遭受曹正纯的欺辱 那这一切只能是神猴故意为之 于是他才会命人提前挖好地道 先替神猴解决曹正纯的黑衣舰队 知道一切的曹正纯大笑一声 虽然自己中了对方的计谋 但是神猴未死 他便可以与其大战一场 了却他一直以来想和神猴一分胜负的心愿 我也等了这一天很久了 来吧 说吧 两人内力相对 强大的力量震得众人后退几 随后他们跃上一座山头 来到一个四周开阔的地方 神猴先是接下曹正纯一转 顺势将其举过头顶 而后两人只攻相互较量 曹正纯因抵挡不及 被神猴一下掐住脖子 接着他趁被踢飞上天之计 全力猛出一转 反将神猴打入地下 一时间爆炸声四起 山下众人闻声正欲上前查看 不料下一秒 二人又完好的站在地面之上 只见神猴左手一招乾坤大摸眼 就将山体变成了小石块 随着他手臂一挥 石块一起冲向曹正纯 此时曹正纯则使出一招 万川归海成功抵挡 神猴健壮 又将右手边的大山挪至二人中间 炸裂开的石块随即冲向对方 紧接着他又使出西弓大法 曹正纯顺势一招金刚护体 却没能成功抵挡 仅维持片刻 就被对方吸走多年的功力 曹正纯闻言气的口吐鲜血 他没想到 自己苦练多年的天纲元气 就这样消失殆尽 而神猴之所以没有将他彻底吸干 便是想从他的口中 得知第三颗天香豆蔻的下落 不料曹正纯却让他想都别想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那颗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天香豆蔻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在骗你 这话让神猴怒不可恶 他当即隔空一掌 就解决了曹正纯的性命 就这样 曹正纯一直以来的心愿 最后以他的死亡告终 到了晚上 众人回到王府 一同庆祝今日除掉曹正纯一事 不料就在此时 肃星突发头晕 随即便昏倒在神猴的怀中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变成满头白发 这奇怪的现象让众人不明所以 于是神猴连忙找来两位大夫 经过一番问诊 众人得知 肃星曾在几日前 被曹正纯所破 吃过有毒的波斯天蚕 可神猴当即便用内力将其逼出 他没想到 波斯天蚕的毒性竟如此之高 即便是立马取出 还是会在几日后毒性发作 致使肃星提前衰老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只能是在七天之内 找到第三颗天香豆蔻 给肃星服下 否则他就会因衰老致死 可这第三颗天香豆蔻 众人已经寻找二十多年 又怎么能在短短七天内轻易找到 神猴突然动怒让众人一惊 怒声也将上官海棠等人引来 随后神猴下令 将全部有关天香豆蔻的卷宗禁术找来 并且要在子时之前 找出这第三颗天香豆蔻 可众人翻遍所有卷宗 依旧没有豆蔻的记录 这让神猴急得只能对着众人发疯 然而就在这时 皇上传来圣旨 让神猴赶紧前往皇宫 解释曹正纯自尽一事 这打乱了神猴寻找豆蔻的结果 可皇命不可为 无奈之下 他只能让上官海棠和断天牙继续寻找 自己则奉旨来到皇宫 如今没了东厂的牵制 神猴便露出真面目 展露出他要谋权篡位的野心 他在皇上面前 也不再小心谨慎地以臣子相称 而是直撑本王 当面顶撞皇上 本王一向忠君爱过 但是皇上利用其他组织和势力 牵制护隆三庄 就算再笨的人也懂得自保 皇宫应该指导 李壮阵是何等罪过 面对皇上的威严 神猴淡定自若 继续解释曹正纯早已有谋反之心 将他除掉 便是为朝廷着想 并且此次与曹正纯对战 让他深受内伤 急需回复调养生息 皇上听到这话 虽然知道他与神猴的皇权之争昭然若揭 但此时的他还不是神猴的对手 只能应允对方的要求 让其回复养伤 等神猴回到王府 上官海棠二人终于找到一点窦寇的消息 根据宗卷上记载 三颗窦寇是天乡国送来的礼物 当年先皇分别把前两颗窦寇 分给了太后和神猴 第三颗窦寇虽没有记载 但是上官海棠二人推测 太后和神猴都是皇上最亲近之人 那这第三颗天乡窦寇 先皇最有可能分给的人 便是当年最得处的淑妃 不过淑妃已经病逝 要想知道窦寇如今的下落 还要从淑妃身边之人查起 此时神猴突然想到 当年淑妃病危 一向对她宠爱有家的皇上 并没有陪在她的身边 而是只顾着寻找一颗夜明珠的下落 现在想来 皇上便是想找回那颗夜明珠里的窦寇 救回淑妃 可夜明珠一直由淑妃保管 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淑妃因为病重无法开口 皇上也就没能找到窦寇救她性命 经过三人一顿分析 他们认为淑妃生前没有亲朋好友 却对云罗郡主爱护有家 那颗夜明珠也最有可能送给云罗郡主 于是他们当即找来云罗郡主 询问淑妃是否送给过她礼物 然而当年淑妃去世时 云罗郡主还年岁上小 她想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想起来 淑妃曾给过她一颗人鱼小明珠 于是众人连忙来到郡主的房间 寻找那颗人鱼小明珠 但由于郡主不记得将其收在何处 再加上明珠体积很小 所以众人找寻半天也没找到 此时程世妃也赶了过来 得知众人在找一颗明珠 她想出一计 因为明珠到夜晚会发出光亮 所以只要将窗户用黑布遮到 哪里发出亮光 便能知道明珠的位置 众人闻言恍然大悟 都不禁夸赞成是非的智慧过人 然而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封好窗户后 郡主的房内却是通体发亮 布满了珍珠 根本找不到哪颗是人鱼小明珠 只能一颗颗碾碎 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天香豆蔻 可神侯将屋内的明珠全部碾完 依旧没有豆蔻的身影 就在众人觉得没有希望之时 一个下人将郡主的爱猫抱了进来 因为小猫到了午休的时间 丫鬟便将它放到窝里盖好被 就在这时 神侯意外发现猫窝在发光 众人见此情景终于明白 人与小明珠是被小猫吞进了肚子里 原来是你吞进去的 怪不得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神侯大喜 于是他连忙将第三颗天香豆蔻喂给素心 不料素心服下后 顿时觉得心中燥热 紧接着便吐出一口鲜血 脉象也越来越弱 片刻之后 就如死人一般没了脉象 这种怪象让一旁的大夫也不知所措 神侯健壮立马将自己的真气输给素心 可一段时间过去 素心依旧没有反应 此时的神侯也失去了理智 他拉着大夫就要让其开药方救人 可大夫从未见过如此怪者 自然也不会用药 神侯气急败坏 当即就下令让人将大夫关进监牢 一日不给出药方 就关他一日 随后神侯与成是非二人 相继给素心输了十个时辰的真气 可直到他们输尽全部真气 素心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 神侯不愿相信自己多年的谋划 就是为了给素心找到三颗天香豆蔻 如今素心吃完豆蔻 不仅没有恢复如初 还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这让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没了办法的他 只能大声祈求上仓 甘愿用他十年的寿命 换素心苏醒 就这样 神侯守了素心一夜 因为伤心过度 他昏睡在了床边 不料没过一会儿 突然一只手抚摸神侯的脸庞 神侯睁眼一看 竟是黑发的素心苏醒过来 你没有死素心 到鬼门关走了一趟 又安然无恶回来了 我不是做梦吗 你不是做梦 我真的没事 原来 施下第三颗天香豆蔻之人 会立即元神出窍 呈现假死的症状 直到一天一夜之后 才能恢复元神 完全苏醒 明白一切的神侯大喜不忘 他觉得是上仓听到了他的气球 让他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如今素心身体彻底恢复 神侯便是完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与素心二人厮守终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见